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loriousTimepeaceGDC4的小刚 那这一集小刚想和大家分享哦 呃 这一支刚入手的这个二手的Sekko啊 小刚刚入手买到的这个二手的进攻啊 那二手的价格啊 朋友就让给小刚是马币在一千多了 不到两千而已了 那这一支表我到手了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有很值得和表友分享的一些 呃 几个特色啦 那主要值得买的原因其实有几点哦 那这一支表是好几年哦 其实在Presage这个SekkoPresage系列里面推出的哦 它代号为这个SPB059J哦 那虽然是二手了 但是我验证了整支表的那个品项之后呢 几乎就是这个99星的这个品项了 那而且这一支是这个Made in Japan的这个日本制的这个款式哦 那当然就毫不犹豫拿下了 毕竟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那最有特色的就是第一眼看到的这个十二数字是红色的哦 那很多人呃 玩进攻的也懂了啊 这个就呃 简称为它这个红十二啊 那红十二在进攻可以说是非常有名 非常日门的一款设计哦 它甚至到这个比较高价位的这一种enamel哦 这一种法郎面盘哦啊也是有推出这个红十二的哦 那红十二在万表中的历史哦也能追缩到古董的怀表哦 你就能看到这一种红十二这个设计哦 那当然在SECOR也是非常日门的这个款式啊 刚刚有提到这一款SPB059的这个石标 它这个数字啊 用的还是那种宝机式啊 那种Brigade的那种字体哦 添加了很多这种优雅的这个气派啊 再来就是机性哦 想刚刚讲讲哦 如果你看在这个进攻啊 好几千 甚至到去七八千八千九千的这个价位的款式哦 基本上啊都是3Hz 这个21,600平正率的这个机性哦 这一点真的要讲一讲 这一款呢 SPB059哦 是少数进攻啊 的表款中哦 用到4Hz 就是4Hz 28,800高平正率的这个机性哦 也就是和瑞士这个ETA ETA这种2892 2824一个规格的哦 那这点必然提高了整支表的性价比啊 而且也是我觉得这一支表 最值得最值得入手的这个主要因素啊 那而且这一款机性 它这个甲板的拉丝哦 做得非常的细腻哦 而且这一款 它用的这个透背的机性哦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机性的甲板的这种拉丝纹呢 做得非常的细腻哦 而且它那个上链的那个摆脱还是金色字体的这个雕刻 表盘也看到有这个动力显示储存的这个功能哦 那总结来讲呢 该有的这一种精准稳定呢 配备规格 高性价比呢 通通都及格 PASS 那如果要挑缺点呢 可能就是对某些人来说啦 以正装表的设计来说的话 它厚度可能会比较厚了一点哦 不过看来看去还是优点 比较适应我啦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支表怎么样 留言在下方 让小刚知道 我们下下见 我是小刚 拜拜